开箱一个新奶缸 最佳的又一个圆嘴的奶缸 哇 看这烧粉色 这烧粉可以了 之前买了一个小绿 这次搞了烧粉 也是这种斜口的 然后圆嘴缸 最近我也是比较喜欢用这种圆嘴缸 比较好释放流量 可以 颜色挺好看的 年纪大了对粉色是越来越没有抵抗力了 最比它的这个小绿缸 其实造型都是一样的 都是450毫升的斜口奶缸 然后嘴呢 都是圆嘴的 都是圆嘴的 好像这个小绿的那个嘴要宽一些 看到没有 好像宽一下的嘴要大一些的 这个圆嘴的相对于小一些 粉色的 这么看还明显点 到时候拉开的时候看下有什么不同 其实这个小绿 wyn Must 在这种 waiter绿绐 都在做好 那麽 вер我们最后 Gonna 那麽 需要 四面蟋 1个鲜 2个鱼 1个鱼 2个鱼 1个鱼 2个鱼 4个鱼 1个鱼 3个鱼 1个鱼 1个鱼 2个鱼 1个鱼 我经过刚刚拉花式的一下 它这个口啊 这个出液口确实是比这种小绿缸的出液口 示范流量要小一点 就是你示范流量比这种绿色的缸 是要稍微要少一点的 压纹的话你需要去倾斜一点的去倒奶 不然的话效果不如这种大宽口的压纹效果也好 就是这种你就要刻意的去多释放点流量出来 所以总体来说还是拿来压纹还是可以的 我刚刚还是更喜欢这种绿色的 绿色的它释放的流量是更多的 对我像我这种普通拉花新手来说的话还是挺实用的 那哪个成年人能抵得出它这个粉色的烧纹呢 你就算 好看还是很好看的 光冲了它这个颜色我觉得就可以冲了 好吃 好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